计划交易 知行合一 买卖规则 终于预测 欢迎来到全网最强信息巨购平台 Coinite 在这里你可以用极低的价格 享受全网最全面最准确的开单信息 好视频刚开始 我们就来大家看了一下 肉丝姐周末带我们开的 ARKM这个币 30%利润吃的满满当当 那上周肉丝姐又带我们赚了30% 我印象中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这已经是连续第三个星期 第四个星期肉丝姐周末带我们赚钱了 跟着开了这一单的小伙伴 肯定已经吃饱了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的走势 昨天比特币没什么波动 就是慢慢的往下阴跌 在今天早上最低的时候 插了一根针 插到了25500那个地方 大家可以看到 大通道还是有一定的支撑作用 用指标图来看的话 目前比特币在小通道之下 在大通道之上 在看涨看跌分割线之下 空头排列 比特币今天白天 大概率会走一个震荡 慢慢向上的趋势 昨天好像是美国的节假日 华尔街那边要到今天才会上班 那搞事情的话就得看今晚了 今晚华尔街想怎么搞事呢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各个博主的观点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提阿非罗 提大在今天凌晨1点钟的时候说 纽约时间周一是劳工节假日 目前BTC没有明显波动 好美国这个劳工节假日 是劳动节的意思吗 看来比特币果然是华尔街高度操盘 华尔街放假他就不动 美国一上班他就暴涨暴跌 那我们就等纽约股市开盘之后 我们再来看比特币的表现 跟提大的观点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VB 他在昨天中午12点钟的时候说 比特币更新 这是下周的计划 如果收盘价低于25200美元 则无效 如果发生这种情况 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偏差 必须开始做空 但计划是可靠的 明早将向您汇报最新情况 晚安晚安保重 好相当于的话 VV认为接下来下轮行情的话 会跌到25600去 然后再反弹到26800 随后会像瀑布一样往下跌 跌到24000 然后他说 这就是我们等待做空的原因 相当于的话 VV认为比特币不停的 在那个支撑区间范围内蹭 已经快跌破了 所以他给了空单 他认为接下来这轮行情是下跌 跌到25600去 随后在今天中午11点钟的时候 他说 这就是我们在比特币图表上 按计划关闭空单的地方 我们需要等待市场结构转向做多 或跌破前期低点后做空 在我看来 大多数币都是看跌的 如果MATIC再次进入 我可能会做多 否则今晚我会保持观望 下次更新 在明天早上 晚安 好 VV的观点可以说非常明确 按VV这个观点来看的话 如果跌破了25303的话 就开空 如果没有跌破那个点的话 他认为会反弹 反弹的话 会反弹到26800那个地方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这个观点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波浪理论 刘玉东 他在今天早上10点钟的时候说 山寨垃圾股的突然暴涨 基本都是纸老虎 吸引散户跟进 以便派发给他们 好 柳大这句话的意思就是 山寨币和垃圾股票 大家都不要现货囤着等他涨 要不就做空他 要不就吃一个上涨波段就卖掉 柳大从心底就看不起任何山寨币 他只看比特币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他对比特币的观点 他说黑线看作绿线的回撤 从8月21日提出 无法判断25166做31804的底 既较大可能还是要跌破25166 下跌目标区23238到21406 除非超级大利好 才可能规避这个下跌 柳大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 接下来这几天 如果美国那边 不给一个超级大利好的话 比特币大概率就会跌到 2321那个地方去 可以说柳大已经说的非常明确了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这个观点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极美貌与才华于一身的 Deniel Deniel在昨天发了一下 他的自拍照 他穿的这个球衣 好像是阿森纳的 我对足球不太精通 如果说错的话 小伙伴不要嘲笑我 但是Deniel长得是 标准的那种白人帅哥长相 看着很养眼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他对比特币的观点 他在昨晚11点钟的时候说 两小时候 我们收到了迷你范围高点SFP 就像发条一样 他画的这个高点的位置和Jason画的有点像 差不多就是在26,130那个地方 他让大家在那个点去开了空单 随后他说 由于未触及低点 空头交易的TPE尚未触及 10分钟后出现了下跌 从而触及了低点 并给出漂亮的TPE 他的TPE的位置是在25,700 然后他接着说 也以低的SFP结束 适合喜欢反转多头交易的人 短线交易者现在的仓位是 在中位做多 在高位做空 锁定两笔交易的TPE 现在就等着看哪一个被止损吧 相当于昨天反弹到25,900之后 有的人开了多单 也有的人在那个地方开了空单 现在来看多单被打止损了 空单盈利了 行情对多头非常不友好 然后Daniel说 我只是说一句 我仍然看好HTF 我确实预计会走低 逆势作多是可以接受的 但应迅速锁定止盈 因为我们很可能会再次走低 好这是Daniel的观点 他的意思很明确 就是开多的话要谨慎 多单不要长持 注意及时止盈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Daniel的观点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科皮托之友金牌分析师 M 他在昨天下午6点半的时候说 还是有人会问 再提醒一次好了 忘记了可以看一下时间框架 相当于的话 他认为比特币跌下来之后 会走一个这样震荡收敛的形态 然后在今天凌晨2点钟的时候 发了一下 确实看上去有点像 M没有发表新的观点 相当于他依然保持9月1号的看法 就是让大家逢高做空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M的观点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亚瑟 他在今天早上7点钟的时候说 ETH美国劳动节 希望大家都过得愉快 所以没什么活动 关注以太坊的这一区间 同时等待周一区间结束 在下方做多 或在上方做空 他画的以太坊的这个区间范围 下边的话在1595 上边的话在1650 还有就是美国佬放假 我们都很不开心 我觉得华尔街最好不要放假 每天来给我们比特币市场 2000点的波动 你们这一休息 比特币就横成一条线 让我们很惆怅 好这是亚瑟的观点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Lenslot 他在今天中午12点钟的时候说 BTC实际上形成了一个M5DIV 并横扫了周一的低点 如果您想在今晚交易一些低时间框架 回测可能值得一试 相当于Lenslot的观点 是让大家在低点去开多 他对下个波段也是看多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这个观点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燕窝的币圈日报 他在今天凌晨3点钟的时候说 比特币周线图显示在夏季波动性下降情况下 比特币仍然有韧性 与道士理论一致 比特币的上升趋势明显 因为它创下了更高的高点和低点 但势头似乎正在减弱 在25000美元和31000美元之间的盘整 暗示了这一点 同时50周趋势支持价格突破24134美元 出于交易考虑 比特币在27700美元和24000美元的整数支撑位值得关注 比特币的价格下跌更像是买入前景 而不是卖出提示 尤其在24000到27700美元区域 注意劳动节效应 美国交易市场修饰 明天市场开盘后 相关性可能会出现更快的变化 在计划潜逃进场时 可参考上述关键支撑位 好燕窝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 周线图大的时间框架来看的话 比特币依然还是看涨的 现在每次下跌都是抄底的机会 随后他说 比特币日线图指向比特币跌至25000美元后的200天 BPRO趋势拐点 由于锚定偏差 价格可能会倾向于来自BPRO趋势线28500美元阻力位 这表明本月某一点出现了均值回归 以ATR和SMA50为代表的波动率 正跌向670美元的50天均线 比特币的走势仍困于25000美元和31000美元之间 200日均线为比特币交易者提供了一个参考框架 该均线位于27580亿美元 尽管最近有所减速 但市场趋势仍然看涨 从相对强势的角度来看 比特币继续上涨与风险防御型股票XLP相比 市场间的上涨是长期走强的积极信号 同样值得关注的是下半月通常比上半月更看跌 比特币12小时图表显示看跌趋势设置 CTF China回调了近期由灰度积极消息驱动看涨的信号 现在CTF和HTF都显示出看跌趋势情绪 CTF止损位27173美元和HTF止损位27668美元之间的阻力区域可以确定和预期预计阻力位会在27200美元到27700美元之间 若能在该区域上方实现技术确认的干净突破则会产生看涨影响 在此之前比特币熊市主导地位有可能继续跌向24000美元50周均线的地方 BPRO动量波段可以更详细的了解比特币较低时间框架的价格走势 根据BPRO波段比特币最有可能在26800美元到25150美元之间交易 出现在25500美元到26500美元区间的几率最大 支撑位在25150美元到25500美元 而阻力位在26500美元到26800美元 如果突破这些水平将对短期方向产生决定性影响 好我来总结一下燕窝的观点 相当于的话大的时间框架周线图和日线图比特币都是要看涨的 但是小的时间框架比特币有点看跌 这种看跌趋势的话 如果比特币有一个非常利好的消息 能让比特币非常干净利落的突破27200美元到27700美元那个阻力区间的话 比特币接下来小时间框架上都是看涨的 燕窝预计的话9月初会上涨 9月下半月会下跌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它的观点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OPDI一小时的爆仓图 大家可以看到早上就能下跌把多头爆的差不多了 狗庄继续跌到25500区就会把剩下开多的人爆完 但是他还留了点尾巴 上涨的话涨到26150区就会把大部分开空的人全爆完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全局爆仓图 大家可以看到即使比特币现在跌到23000区都没什么收益 在这个区间范围内开多的人可以说非常少 反而在26300那个点集中了大量的空单 下一个空单比较集中的地方就是26900左右 如果用全局爆仓图来看的话 庄家上涨的收益比下降要高 好今天的内容分析就到这里 欢迎大家点击视频下方链接加入社区参与讨论 谢谢您的收看